依序將店裡的霓虹燈打開 將店門口的牌子從休息翻成營業 在泰國清邁一間名為女童起義的酒吧 在每天傍晚七點開始營業 開幕將近一年的時間裡 就遇上了國會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 歷史時刻 早在二零一四年 泰國同性婚姻法案 就成獲得跨黨派的支持 卻因為國家發生了政變 而出現延宕 一直到二零一八年 通過了同性生活伴侶註冊法 對於王子來說同性婚姻法案通過讓過往的困難與疑慮獲得了改善 創辦女童起義酒吧的初衷是希望讓女同志們可以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喝酒 自由自在不需在意世俗的眼光 雖然泰國與台灣等亞洲國家輪番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 但在社會上仍有許多較保守的思想 在現實生活中要達到標語上的理想社會 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公視國際新聞記者楊志強在泰國清邁的報導